248點 那麼接下來呢 五盤過後應該如何來掌握 今天整體的行情 馬上要連線的是 摩擬頭部的分析師陳俊妍 老師 午安 義华午安 全國的觀眾朋友午安 老師 今天在指數方面 大家雖然也正來正去的 可是呢這個上下的點 其實不太多 就是在霞幅來震盪 但是在個股的部分呢 我們觀察到了 今天紅海是有一點表現的 可是好像表現跟前幾天 那一種伶俐的感覺來說的話 今天有一點點熄火 那麼大家好奇的是說 如果紅海熄火 然後洪家軍會不會有機會呢 今天整體在洪家軍的表現 其實好像又換新一批的 這個子弟兵開始往上來發酵了 今天包括6668 在這個中陽光攻到掌停板 剛剛我們看到的 8064的冬結 剛剛也突然往上拉抬 甚至是3062的劍翰 今天表現都不錯 那麼洪家軍怎麼來觀察呢 好 那我相信 上個禮拜 那個好像也是義華主播啦 我們上個禮拜就有跟大家去談到 紅海集團其實在後面 會有一些的 相關的個股來做接棒 其實我們在上個禮拜 電話連線就有直接去點名 當時候那個也是義華主播 提問的非常好啦 那我們就有談到 除了華漢之外 那當然了 金鼎 金鼎來講的話 在近期算是在紅海集團裡面 台積電供應鏈 那我們有特別去強調一檔 那我們當時候是談到說 我不得不去 講這一檔股票 今天6668的中央光拉漲停了 當然你如果可以去回溯 我們上個禮拜所談的 其實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 外資其實在月線 扣底這一邊這個買盤 其實是還蠻明顯的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在提到紅海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談到說 這一檔股票 不得不去講它 因為外資的動作實在太明顯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說沒想到 才整理幾天而已 今天來講 禮拜一就直接拉漲停 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在盤面上 大家第一個 我們一直不斷想到說 不要去理大盤的漲跌 大盤如果過2萬 你覺得會有賣壓 但是你現在的重點 你想要賺2萬點的行情 你就是得在 領頭羊出現之後 去找到它後續會接棒的股票 那我們就跟大家去強調 你不管任何族群 那你只要去看 就是說 它的股價 如果可以在那個月線的扣底 那一邊已經是一個橫盤整理 你看一下 今天拉漲停的中央光 668中央光 我們不管它是什麼 那個產業 它領頭羊這一波是紅海集團 紅海 所以它只是因為是紅海集團 它在那個3月上行 在月線扣底這一邊的橫盤 多久 半個月 後面來講的話 那個外資的動作 上個禮拜很快速來做加碼 明顯幾天的光景而已 馬上拉漲停了 這其實已經不是說它基本面 或者說工資有沒有賺錢的問題 但那個中央光 它本身是有一個轉機的概念 那當然就是說整個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現在大家 你按照這樣的一個 那個那個換手 資金在做輪動的一個概念 你會發現說你如果系數中央光 它去年是虧損的 它去年是虧損的公司 然後那個今年當然是從一月開始有所成長 但是說你一月的成長能夠完完全全去 你補掉去年的虧損嗎 沒有 那當然了 也是因為鴻海的股價開始往上拉之後 陸陸續續的 我們上個禮拜了 中央光它的那個利多才慢慢有一點 從那個媒體這一邊開始在 那個有人在談論 它去年 它最近是接到那個美國的兩大車廠訂單 但是這個樣的利多 媒體新聞開始在聊 已經是鴻海集團 漲幅拉超過三成的 比較有趣 當然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最近來講的話 只要利多一出來 那個股價的漲幅相對的就會比較壓抑一點 我們聊鴻海集團的個股好了 你會發現鴻海來講 它是從三月份開始做一個底部放量 然後開始去擴大它漲幅 原本大家都不相信它會漲 因為牛皮太久了 那你大概可以看到 它上個禮拜是輝達GTC 這樣一個利多加持 忽然之間大家就會發現 黃恩勳董事長跟他們 好像有麻吉麻吉的關係出來 可是這個麻吉麻吉之前 它的股價其實漲幅超過三成了 那你會發現說 好那上個禮拜那個利多出來了 他上個禮拜 鴻海在上個禮拜的漲幅也不過 才6.9%不到7% 可是你會發現說 當鴻海漲幅已經超過三成了 他其他子公司的一些利多 就慢慢的在那個新聞媒體這一邊就開始亮相 我相信就是說今天中陽光拉漲停了 好他那個接到美國兩大車廠訂單的新聞 現在應該就會拿出來解釋說 中陽光為什麼可以漲停了 另外來講的話 當然了 我們上個禮拜 我就跟大家去聊到一檔華漢 6414的華漢 那這一檔股票當然就是說 我們有去談到投信跟自營商 早就已經是雙資索馬的狀態 尤其是現在ETF的熱潮 然後你那個本土投信會去跟那個 本土自營商 口誤 本土自營商會先跟著投信去卡位的股票 那自然就非常有機會是下一波 要去做接棒的股票 當然了 我們市場都可以去討論說 那個哪一檔股票 比如說華漢 華漢來講 6414來講 今天創新高 那本來就是陸陸續續 大家都在猜測說是不是那個 ETF的新成分股 所以依照這個概念來講 當然你務必要知道說 現在你可以把大盤說真的 大盤的漲跌 把它擺到一邊去 你只要就說 而且大盤你現在只要看十字線 不是看止住點位 不管他一萬九千九 會不會守住 兩萬過後 會不會再往上攻 你只要把大盤十字線拉出來 其實說穿了 他現在在十字線跌破 三天之內 不到三天就有買盤拉起來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走勢 從過年之後移入了到現在 所以現在大家專注在各股的輪動 你就可以發現 越來越多像這種街棒的股票 他忽然之間衝出來 所以另外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今天可以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就是說不得不去談的 因為已經到了 三月底要直接要銜接到四月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從那個二月 二月底那個時候 跟他去聊的華城 今天還在漲停板 那你會發現說 不是去追華城 因為華城大市場上 都已經在喊他目標價850塊了 那我們不用去討論 或說 或不讓你自己的辛苦錢 真的去來試驗說 市場的法案 是不是真的會誠實的 就是那個復出執行 真的那個按照承諾 把它拉到850 不用 我們可以去看就是說 華城市電中興電 這已經漲了一段的股票 包含了 那個在越線這一邊 有做一個中繼站的亞利 現在目前是慢慢的買盤開始接起來 當然你可以發現 我們在那個二月底 三月初那個時候 因為也是一滑就有聊到說 那個重電股拉起來之後 後面會拉什麼股票 那我們就有跟他談到智慧電網 當然你可以發現 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智慧電網股票1618的合績 慢慢的突破它前面一個 箱形整理的區間的 另外來講的話 當然你可以看到 上個禮拜五大雅拉漲停 它是什麼樣 它是突破前面 兩個多月 接近快三個月的一個 整理區間 當然大雅來講 它不是智慧電網 大雅來講 它是有一個利多的一個加持 後面一拉漲停板之後 就什麼一大堆的 那個大家所想不到的 這個話題都出來 但是相對在電力族群裡面 我們前面就已經跟他去談到了 你會發現 當那個領頭羊還在創新高 或者是整理之後 還在拉漲停的狀態下 我們前面去跟他所分享的 這一些會接棒的小型股 他就是從月線買盤這一邊 陸續的往上來做接棒 當時我們要聊到的小型股 還有什麼8926台氣墊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雖然他還沒有突破前波高潤 但是他在月線這一邊的買盤 其實防守還蠻精彩的 另外我們跟他點名的 這個就是智慧電網的小股票的 1529的樂視綠能 雖然他還沒有工漲停 但是你可以去看到 他的技術型態 還有包含了 那個整個接棒的型態 一模一樣 全部都是在月線扣體這邊打底完之後 只要一放量 那個領頭羊慢慢的 還要創新高的話 他們就陸續會接棒起來 這個是盤面的主軸 大家務必要去掌握 以上是我的想法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居然老師我們稍微追問一下 如果剛剛說到鴻海啊 他的這個子弟兵開始動的話 很多人就說 那我鴻海本身怎麼辦呢 怎麼來看待呢 因為他現在也漲高了嘛 有沒有可能這個 比如說逢回一點點的時候 因為好像也不太可能說 短線會跌得很深 怎麼來操作鴻海 有的人續報嗎 還是說沒有空手的人應該如何呢 我會覺得第一個 我們很強調是說不用去追鴻海 那很多人現在來講的話 也許說哇 鴻海這麼強 已經有200塊的一個想像了 那我會跟他來談說 既然他的那個集團子公司 接棒的力道這麼明顯 那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前面在3月初沒有部署到鴻海的 現在倒可以不用去追 因為他漲幅是在利多出來之後 開始做壓抑 那當然說你如果質疑要鴻海的話 那當然啦 一個我們就跟他聊過就是說 他如果在後續啦 漲幅是因為最近也慢慢 他的漲幅擴大到超過四成了嘛 那你大概可以去抓一下 就一個五成的漲幅達到之後 不是去追喔 而是因為他現在已經超過四成了喔 他我們去計算說 他那五成的漲幅大概就是152塊左右 好你把他等他拉回 那月線扣底那一邊 那現在的月線扣底大概120塊上下啦 大概我們可以在那個位置去觀察說 好是不是在進入4月份的時候 那行情在大盤這一邊 如果有一些的動盪的過程 那個就是一個機會 因為畢竟前面聯發科啦 四星KY啦 那包含了一些比較大型的 全資股來講 都發生過這件事情嘛 因為一檔的大型股 他不可能就說一漲三個月四個月 那過去來講那個從低檔區 從一萬五之後帶領大盤往上攻 的四星KY啦 聯發科他們都已經走過一段了 那現在鴻海來講是到2萬的主角 好那我們就已經聊到 你在4月份 因為是季度的一個 那個算是季度的一個承接嘛 季度的銜接啦 那鴻海不排除就說在4月份 4月上旬之前是不是有一個拉回的機會 那我覺得說在月線買盤那一邊 我覺得如果大家質疑一定要鴻海的人 倒是可以觀察在120塊左右 那一邊可以去在4月上旬的部分 去觀察一下啦 好那是個機會啦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謝謝志願老師 在這個鴻海的部分 他剛剛說可能這個漲幅滿足 在4月份的上旬